哇 看一看這過程 也真的是畢露藍旅耶 所以古王不是一開始就是古王 巨星不是一開始就是巨星 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 肥胖也不是喔 你耶 你不是從小胖到大嗎 沒有 好啦 我們是說啦 其實廖映真的厲害 因為一開始 他跟其他人比 沒有資源 沒有人脈 然後呢 也不算太有技術 他真的是一路學 而且都是朝著這個追求最頂級 最頂尖 最極端的技術 才會走到現在 就像張宙摩講的嘛 就是要做就要做最好的 所以我們大力光的創辦人 尼耀映先生呢 秉持了一樣的觀念 所以做世界級的技術 Pro耶 讓全世界都知道 台灣其實也可以搬得到 不過這段過程 當然也是有一些挫折 不是挫折的啊 所以啊 所以其實大家講說 大力光為什麼這麼神秘 就是因為其實他在過程當中 也真的也出現了一個叛將 不然是自立門戶 而且甚至還把他的機密 滾滾滾滾滾 所以他們現在啊 就變成更加的軍事化極權管理了 就是在裡面 你可能都不能夠曝光啊 裡面還要簽一些條約啊 等等的 就像是可口可樂一樣 可口可樂那時候就是這樣子啊 他們就說你們每一個人 都只能負責你自己知道的那一部分 所以他們整串 就不會被人家都學走 那真正知道所有機密的 大概就這三四個人而已 你知道要做到這樣子的 才可以防止機密外卸的可能 你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公司 虎視單單想要取代 超越大力光 對 而且機密如果抓到的話 機密就不是機密 他們原本賺的錢就搭分分去 那你看我們說這個 大力光的創辦人 李耀恩先生講過嘛 他就是只有技術 所以他們不斷技術要更新 他不喜歡應酬 也不喜歡跟人家應酬 所以他只能靠著 不斷精進技術去打敗別人 而且你要知道 像我們現在七月普渡道了嘛 對啊 家家戶戶啦 公司 行號 大小公司 工廠 不是都要普渡嗎 要拜拜嘛 敬天尊神 對 對不對 祈求生意 興隆 合家平安嘛 不好意思 大力光不來這一套 他們認為我們擁有的就是技術 而且我們的技術夠好 好到什麼程度 人定勝天 所以他們也不拜拜的啊 呀 他們不迷信不來這一套 所以真的啦 其實他這麼鐵齒的老闆 後來證實好像也沒有錯耶 因為你看大力光 現在不但是站上了 世界光學隽的頂峰 更是用塑膠鏡頭 改變了整個世界的 這種商店模式 那這個Largan 你知道什麼意思嗎 大根啊 你怎麼知道 腳本有寫啊 很聰明耶 好啦 那很多人都不知道 為什麼它叫做Largan 最主要就是跟老師剛剛講的啊 這個創辦人第一開始的創業 叫做大根精密 對 Large 加根 所以就是Largan 感受起來 大根 那林耀恩先生後來我們說這個 退到幕後 交班給他的第二代 林恩平 那林恩平這個人何許人也 他其實原本是小兒科醫師 後來化身為台灣最強的CEO 這一班之後呢 利用專利戰 打敗了世界各大的國際企業 尤其是什麼 弄掉了三星 送 一個禮拜天晚上八點 綠度台灣就在勝利 拍照 一後 一會 一會 主張 一會 一會 無 兩會 五會 五會 一會 我們